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的研讨会当中呢 我们就很感谢 就是有巴张治安自愿工会呢 来和我们一起来协办 因为他们将会分享就是他们之前的经历 而且他们也会做一个presentation 来告诉居民就是这个方式是怎么样达到 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守望相助的这个精神 最主要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方法呢 可以办到就是一呼百应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 这个保这个治安呢 就是地方向治安的课题呢 不该被政治化 就是全民都应该同心一起来 去达到这个目标的 我们希望呢就是呼吁当地的居民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居民呢 其实也可以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两天的活动 我代表我工会到时推广这个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我们巴张治安公会会大力协助 因为是治安是大家的 人人有责啦 所以我们会被居民知道如何防范罪安 也都希望我们可以加入我们这个非营尼组织的 这个工会的沃基多基 另外到时入场是免费的 希望全部人民可以出席啦 当我们经过这个对抗机呢 它的发射呢 就是一呼百应的 就是希望它的一呼百应的功能呢 就是第一时间 它会给到所有的人听到 也都可以令到其他队员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啦 所以那些人经过这个对抗机 基本法出来 希望都是人家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你协助 所以我们每一个队员呢 我们有八百几个会员 如果八百几部的会员 都是开自家机 一定是100% 八百几个会员都会听到 最终于是八个字啦 你为人人 人人为你啦 所以这么多 我们希望呢 全民呢 可以达到这个精神 就好像我们这个八战治安 资源公会 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 你为人人 人人为你 好像大传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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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